字幕提供 我們這次專題的題目是 空年夏午節幼蟲自動投胃裝置 水產車務在幼苗時期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和心力去照顧 然後每天高達要投胃高達六次 然後在凌晨和夜間都需要投胃 在二年級的課程當中要繁殖泰國蝦 泰國蝦每天需要投胃四次以上 而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還有假日無法投胃那麼多次 導致他們營養不良而死亡 而在外面販售的自動投胃器都是以人工飼料為主 而我們研究的空年夏午節幼蟲自動投胃裝置是以活餵為主 不會因為過多的投胃量而敗壞水質 也可以提供魚苗誘餘性 還可以活成一段時間可以延長水產生物的設食機會與時間 我們的空年夏午節幼蟲自動投胃裝置是結合了我們一般的空年夏孵化器 還有我們的數位定時器 然後跟我們一般我們去五金行跟水族館就可以買到的打氣機、風管 然後電池閥、三通、紫逆閥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可以在生活中去五金行跟水族館找到的物件 我們用這些較低廉的成本 然後用出了我們可以使它我們的投胃率跟我們的攝食率 還有我們需要的給耳量 那些我們都有做調整 我們也可以精準的控制我們所需要讓魚苗攝食的風年夏量 然後我們可以讓我們的餵食頻率 我們來學校自己去花費的時間更短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時間可以拿去做其他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就可以減少我們人力的成本 我們希望可以之後改良為有晶片 然後或者是手機APP來控制 然後可以遠端將這些東西包含在 手機APP 然後我們遠端控制我們需要的投耳量 然後我們的餵食量 可能我們需要幾秒的給耳時間 然後我們可以更精準的是0.01秒 或是更短的時間讓我們結合手機APP 去實現我們需要的給耳量 我們希望這個裝飾可以讓我們在水族業 跟我們的水產相關業者上面給予其他的幫助 然後可以讓我們這些技術更進一步發展 讓其他有需要的可以更發揮他的利用價值 我們的自動投耳裝置經過一次的改版 由於第一次的裝置沒有缺少戰動法的緣故 所以我們的封環會直接從上面進入我們的腹化器內 導致下沉電磁髮和腹化器中間會有死水的產生 因此封環蝦缺氧死亡 那死亡的封環蝦會經過管子進入五缸內 使水質敗壞 那我們在第二個版本中 我們增加了一個三通法 將封環連接三通法 使氣可以直接從脫化器的底部進入內部 使封環蝦不會有缺氧死亡的問題 那我們的封環蝦也有從自動投耳裝置 目前已經朝向商品化開磨機 專題申請的動作 然後這個方面可以讓我們的商品可以量產化 或是更精緻化 那我們可以把這項裝置更簡潔便利的給其他人 然後我們可以讓它變成一攜帶式 或者是更精美然後好看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來 SARAH 我們來問三個月 我們來問三個月